各位愛多美的成功者大家早 今天有點重感冒 所以聲音比較有鼻音 那請大家見諒一下 那今天很開心 跟大家來分享愛多美的獎金制度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姓蕾 我叫孟凡 那這名字呢 可能大家在窮有小說也沒有看過 比較夢幻一點 好處呢是大家很容易記 壞處呢是不能做壞事 因為馬上就被抓包 因為名字太特別了 那其實每次來參加成功學院呢 其實都有特別的感覺 記得我在兩年前參加成功學院的時候 我真的蠻佩服公司設計這個成功學院 那每個人呢都在這邊獲得一個可以成功的機會 所以呢要先感謝公司一下 大家給公司一個掌聲 那我是畢業於馮甲大學保險系 那現在博物正業來經營愛多美 那我中間有經營過保險 那也有接觸過傳銷 還有到資產管理顧問公司 那其實在愛多美我覺得 真的讓我這幾年 就是經營起來是非常輕鬆而且愉快的 所以呢其實那個我對於財經這塊東西 其實也是蠻常去注意的 那在上禮拜呢我就看了一個財經新聞 其實現在事務社會非常的競爭 我們除了要跟人競爭之外呢 未來呢其實是要跟機器人來競爭 如果我們現在的行業呢是很容易被取代的行業的話呢 其實以後機器人就可以來取代我們 所以呢其實我覺得這個就看完這個財經新聞 發現現在科技雖然很進步 可是卻讓我們的競爭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改變 那改變呢其實每次的決定都是一個代價 因為你要有所取捨 就像今天是禮拜六的時間 可能大家呢有機會可以出去交友跟家人聚聚 可是大家願意來這邊學習 就是有所取捨 因為大家想要成功對不對 請問大家早上起來有沒有刷牙 有齁 那其實刷牙洗澡洗臉洗衣服 這些呢日常收用品是我們每天都需要的 那其實呢這些東西呢可以造就許多大財團 過去呢我們在哪裡購買這些商品 是不是在大賣場 網路那個電力商店 網路商城跟我們的電視購物 那其實像生活用品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啊它只是一個幾百塊幾十塊的東西 可是呢它卻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生意 很多人看不清這個生意 可是呢過去呢像全球前五百大企業的第一名的企業呢 就是Walmart 大家有聽過嗎 那它賣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用品 那這前五百大企業呢它除了要跟零售業競爭之外 還要跟銀行業石油業各個行業去做競爭 所以呢生活用品這一塊市場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過去我們在外面的銅爐買 現在要在哪裡買 愛多美齁大家都很聰明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我們在有實體店面百貨公司的品質 第二個呢我們有大賣場優惠的價格 第三個呢我們又有個網購事業的便利性 我們只要動動手指頭就可以去購物了 再來呢我想大家會坐在這邊就是因為 愛多美有一個組織行銷倍增 我不需要說自己一個人做得累得要死 然後有一個可以透過我們這個組織行銷做倍增的動作 所以這是愛多美的一個非常棒的一個事業 那過去呢大家前這一兩天看到公司的一些數據 營業的成長 那它為什麼可以達到這樣的成績呢 是因為公司是以客為尊 公司是以顧客成功為第一目標 那相信大家呢最有感覺的就是最近的海苔 過年前公司賣多少錢 1040那過完年後呢 變998好 那公司為什麼 像我昨天呢在來之前就在車上跟夥伴在討論的時候 很多公司呢它就是因為賣的好產品 它就用盡所有的理由去漲價 大家有沒有遇過 對因為公司是要賺錢的 可是在愛多美很奇怪 公司怎麼不想要賺這些錢 會很奇怪對不對 其實公司以客為尊 它知道只要讓消費者持續回購 公司絕對就有利益 所以公司提供絕對優良品質跟絕對低廉價格 絕對好的產品跟絕對低廉價格 那我們是用絕對而不是用相對喔 所以我們是在很多競爭者當中呢 是無法比上的 在同樣的價格之下呢 我們的品質絕對是最好的 在同樣的品質之下呢 我們的價格絕對是最低的 所以呢 我們公司呢 它的回購率非常高 相信大家昨天聽完產品介紹之後呢 用過我們產品之後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好用 那價格是不是很優惠 所以呢 只要用到我們產品的消費者呢 它的回購率是達到90%以上 其實這個非常難得 再來呢 它的低退貨率 就代表呢 消費者對於我們公司產品的肯定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 我們愛多美的產品 就叫大眾精品 物美價廉 所以每個人呢 都可以花 本來就該花的錢 然後使用到更好品質的產品 這就是消費者想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公司最近呢 一直在提倡我們的原則中心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愛多美它是要改寫傳銷歷史 過去呢 我們可能很多都是傳銷商 什麼商 傷害的商 因為為什麼 因為過去呢 可能制度的關係 那很多人就是 買了一堆很多不需要 而且囤貨的產品 可能透過每個月重銷啊 透過手購啊 這個方式呢 造成了囤貨 那其實這個都會造成我們的傷害 所以公司呢 會禁止說我們的會員 用囤貨的方式 譬如說 一進來 我就要你買 30萬PP 70萬PP 這樣方式公司是禁止的 因為我們海灣呢 是站在華人市場的第一站 後面影響的市場 有20億的市場 所以公司特別注重在台灣市場這邊 第二呢禁止搶線跟跳線 其實愛多美的事業非常簡單經營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已經在經營愛多美了 那我們就祝福他 大家可以合作討論 來好好把愛多美這個事業做起來 所以公司也是禁止搶線跳線 再來呢 我想很多人 因為我們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會自己去在我們的購物商城 或是網站上面自己架設網站去賣公司的產品 那這個公司呢都是禁止的 因為公司本來就有一個網路商城 所以呢 公司是禁止網路販售我們的商品 必須透過愛多美的官方網站 才可以去買到我們的商品 再來呢不要自製DM 因為公司也貼心幫我們做了很多系列的DM 那這個DM呢 都是符合台灣衛生署的標準 好如果你自己自製DM呢 可能會造成公司一些 如果一些不實的 或是太過於療效的東西的時候呢 會造成公司的生育一些會損失 所以大家請遵守公司的原則中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愛多美的消費跟事業公務 有什麼樣的關係 首先我們愛多美呢 我們是一個會員制的公司 但是加入會員呢 不像過去呢 都要加入一千塊 就是一個買份資料袋 在愛多美我們是不用入會費 我們入會的費用呢 就買一份五十塊錢的資料袋 那裡面呢 就是五十塊有什麼呢 一個精美的DM目錄 那再也有一個愛多美的第一步 就是介紹公司的最近的營運狀況 一份申請書跟我們的營運規章 那就是五十塊買回去 然後就是填好申請書寄回公司 就可以當我們愛多美的會員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再來呢公司呢我們的網站呢 就可以提供很多資訊給我們的會員 那你可以看一下愛多美的一些介紹啊 那他的品牌的東西的介紹 還有我們事業介紹 那這些東西就是 你非會員也上去看 那會員也可以上去看 我們公司一些簡介 我覺得公司在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詳細 再來呢很多人想要學習 可是可能礙於工作或是一些家庭因素 沒有辦法到場的時候 公司也非常貼心的 在每個大型會議的那個呢 都會幫我們錄影起來 所以我們自己也不用自己錄影 誒說這次的成功學院真的很棒 自己錄影 再來呢公司為什麼要架設VOD 是因為可以讓我們借力 那現在是資訊的時代 我們必須要借力嘛 那我們自己不會講制度怎麼辦 我們只要會上網點開VOD裡面 講制度的我們的VOD 給我們的會員看就可以了 那公司介紹你講的不清楚怎麼辦 也沒有關係 在我們網站上很多我們的成功人士 來介紹非常詳細的介紹 我們公司的介紹 所以我們在這個愛多美這個平台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成功 因為我們不一定 如果沒辦法到會場 我們就是直接到會員家裡面 那放這個我們的DVD給他看就可以了 再來呢公司有贈送我們一個網路購物商城 那這商城其實他做的非常精美 我們50塊加入其實公司花的成本非常高 第一個我們不用去架設網站 第二個也不用找物流的產品 那再來金流這些通通幫我們解決 所以我們會員其實很簡單 只要註冊完之後就可以上我們的購物網站 去買我們優質的產品 好 那我們公司呢 像我們最怕就是會員維持的資格 因為很多公司都是必須收年費跟會費 一年到了不管你有沒有消費 他都要收你一個會費 那這愛多美呢 他就秉持了珍愛靈魂 所以他我們呢 我們就是一年當中 只要購買一次生活用品 就可以延續我們資格 那資格怎麼延續呢 假設現在是六月 你在六月任何時間點買公司的產品 有業績的產品 有PP值的產品 他就自動幫我們延後到明年的六月底 就是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當中你有在消費的時候 他就自動再往後延 看是幾月消費 所以很簡單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講 維持會員資格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有在使用我們愛多美的優質產品的時候 就可以達到我們會員資格永遠存在 那所以呢 我們家的會員好處就是 第一個我們可以 我們是做一個網路商 網路購物 所以每年呢365天 每週7天呢 每天24小時 我們不用說假日 還要開著車到大賣場去人幾人 然後結帳的時候人很多 那浪費很多時間 那我們是會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愛多美的網站 可以購買我們所需要的產品 那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愛多美不架設一個實體店面 因為公司想要把價格呢 壓到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實體店面一定會有它的成本 所以網路購物呢 我們就直接從公司 網站訂貨之後 從公司的物流直接發貨到我們會員 可以節省不必要的成本 所以公司在做網路商城的部分 就是可以讓我們會員呢 真的享用到我們優質的 而且又划算的便宜的價格 再來呢 我們如何進行愛多美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都是 其實就是把好的東西 去介紹給朋友就好了 那其實我們像我也是非常喜歡分享的 我不管看到什麼東西 或是吃到什麼東西 我都會想要分享給我周到的朋友 不管他買不買 那其實愛多美的模式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使用好的產品 去跟朋友分享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愛多美的會員呢 其實使用到我們產品都非常幸福 對不對 如果用我們產品呢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覺得非常好用的產品 而且感覺非常好的產品 那你就自己挑選呢 就是對我們自己有感覺 或自己覺得不錯的產品去做分享 那其實要大量使用 就可以使用出我們的心得 那就跟朋友分享就會有影響力 而是我們在做這個事業的時候呢 其實最怕就是自己沒有用過 他去跟朋友分享 就會想要變成去推銷 所以我們就是真心的去做分享就好了 這是本來就會做的事情 不管你是在外面 像外面的其實我們幫這麼多店家打廣告 可是這店家有幫我們發廣告費給我們嗎 完全都沒有 他可能連你去買產品折價都沒有 所以我們只要真心分享 不要去強迫購買 所以我們只要把我們使用心得分享給對方 讓他自己感受 這產品到底好在哪裡 對他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們就是要好看的跟大家一起去報給他們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強迫推銷 所以我們只要介紹朋友來使用這麼好優質的產品 公司會撥給我們廣告費 那這廣告費怎麼去計算呢 其實要透過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制度 不會是因為我比較懂制度會領的比較多錢 並沒有 是要看你分享的人多少 那你的會員他換品牌程度多少 那所以呢我們公司的獎金制度 第一個安置組織獎金 第二筆呢就是領導貢獻獎金 第三是進階成就獎勵 第四是教育中心津貼 如果你想要開設教育中心的話 就是符合公司資格 那公司只要隸屬於會員 那個中心的會員呢 他只要網路上購買的PP值的6% 都會回饋到這個中心來 那我們最主要呢就是第一筆的安置組織獎金 跟第二筆的領導貢獻獎金 好那我們在講獎金之前 我們看一下呢我們的組織型態 第一個我們是走雙向制的組織 請問在座各位有兩個好朋友嗎 一定都有齁 如果沒有兩個好朋友 那可能就真的人際關係蠻糟糕 所以我們雙向制的組織呢 是最容易成功 因為平均一個人 只要介紹兩個朋友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在座各位絕對會成功 因為你自己有兩個朋友 第二個呢我們是無限代延伸 不管呢你介紹兩個朋友往下延伸 不管延伸到幾代 一百代一千代一百萬代都沒有關係 無限代的延伸 再來呢無限代延伸呢 最適合做跨國連線的市場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市場 那再來最好的是我覺得愛多美 最好的就是PV是全球連線的 只要你會員延伸到不管任何的國家 它的業績的計算回來都是 我們不用再去重新加入個編號 就是你叫台灣一個編號 就可以經營全世界的市場 所以這個制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好那我們的PV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在購買商品的時候 它上面除了價格之外下面就有一個PV值 那以黑咖啡這個等級非常高的黑咖啡來講 吉隆市黑咖啡 它一盒是460元 它給的PV值就是3000元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購物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那在我們的明星商品 我們的黑毛蜜蜜 它四盒是賣11280 平均一盒就92820 這個做我們的一般的保健用 那它的PV值就給了10萬PV 所以PV就是我們計算獎金的基礎 好那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有分個人的消費業績跟組織的業績 那個人消費業績是終身累積不歸零 今天你缺洗髮乳你就買洗髮乳就有1萬PV 明天缺我們的臉部的乳液就是2萬PV 就加起來就是3萬PV 就是一直夾上去夾上去就對了 終身累積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累積個人的會員等級 它是永遠有效不會歸零 你累積到多少分數 多少個人等級的就是不會掉下來 第一個呢就是銷售代表 自己滿1萬PV以上 未滿30萬就是銷售代表 經銷商就是自己個人消費30萬PV以上 不限時間 再來是接觸經銷商70萬 代理商是150萬 基因代理商是240萬 所以最高就是240萬個人消費 那這是終身的 所以不用一次到位沒有關係 有需要再買換品牌 就可以累積我們個人的等級 那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會員等級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是1萬PV的會銷售代表呢 第一個你可以累積組織業績 如果你加入的時候呢 沒有去買1萬PV的時候呢 你下面買再多的業績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加入之後要不要趕快換品牌來使用呢 除了用的好產品之外呢 我們又可以累積我們的組織業績 那銷售代表1萬PV這個等級呢 最高日領可以到750元的資格 大家不要誤會 說我自己累積到1萬PV就可以每天領750元 不是是個資格 那要看你的組織的狀況 那累積到30萬呢 最高可以領一天領2250元的資格 70萬PV結出經銷商 最高一天可以領到4500元的資格 而且他有具備挑戰銷售大師的資格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在愛多美目標是成為銷售大師 那什麼叫銷售大師呢 假設這裡呢 累積到70萬PV以上 就是傑出經銷商 左邊呢 在我們考核週期是每個月的1到15號 或者是16號到月底 就是半個月去做考核的週期 那左右呢 半個月累積 左右呢 半個月累積280萬PV 以上呢 我們就是成為銷售大師 那銷售大師的分紅獎金呢 就是大約1萬3到1萬4左右 好那這是銷售大師 因為昨天大家有看到頒獎 那就是成為銷售大師 就是你只要符合這樣的資格 你就可以成為銷售大師 可是呢我們在愛多美的目標 不是成為銷售大師 是成為自動型的銷售大師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 自動型的銷售大師是指你每個週期都達成 就是上半個月跟下半個月都達成我們的銷售大師資格 叫自動型的銷售大師 那在愛多美我們的目標就是這個 因為你的月收入呢 每個月不用工作 就有一個月5到10萬的收入 這樣好不好 好那這個收入呢 其實已經跟我們公務員的收入是很像 那在愛多美 其實看你自己的努力 可能半年就可以達成 那一年兩年三年沒有關係 那你只要完成自動型銷售大師 基本上我們在我們的經濟狀況都已經做改善 所以銷售大師是我們的一個 自動型銷售大師是我們在愛多美努力的目標 那我們怎麼讓我們收入更高呢 大家想不想成為自動型銷售大師 想得舉手好嗎 哇這麼多 那我可能已經升上尊王大師了 所以呢在愛多美你想要更成功呢 我們就必須協助夥伴成功 所以在愛多美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我們的一個齊心合力 這個四個字 因為我們要協助夥伴成功 我們才會更成功 所以是強迫我們去協助夥伴成功 所以呢鑽石大師就是你左邊培養兩個銷售大師 右邊培養兩個銷售大師 我們就會進身為鑽石大師 以此類推 所以昨天大家有看到頒獎 鑽石大師就是必須左邊培養兩個 右邊培養兩個銷售大師 不用自己推薦不限代數 所以你只要會員人數夠多 其實這個就很容易達成 協助夥伴成功我們就會更成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大家有看到頒獎嗎 想不想要 想齁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進階成就獎勵有什麼 銷售大師呢 昨天有看到 黑毛衣六件組跟清潔四件組各一盒 鑽石大師呢 他就是多了一排平板電腦 那銷售大師呢 我們以年收入來講 他大概平均是為80萬的收入 鑽石大師呢 他就平均大概是200萬的收入 再來玫瑰大師呢 就是我們贈送旅遊券 因為昨天也有播放 我們台灣這些領袖級的玫瑰大師 他們去遊玩的影片 非常羨慕 而且他頒發現金 就是200萬的韓元 那我們韓元的比例就是1比35 大概就是6、7萬的台幣 那星光大師呢 就是我們的旅遊券變成4張 那頒發1千萬的韓元現金 那玫瑰大師呢 他的收入呢 大概落在於500萬左右 年收入 那星光大師大概1千萬 再來呢 很多剛才李盛玉博會講的說 我們要進入皇家大師 那皇家大師 就左邊培下兩個星光 右邊培下兩個星光 就會達成我們的皇家大師 公司呢 贈送歐洲旅遊 11天10夜4人的旅遊券 每個月呢 還給你200萬韓元的刷卡 再來呢 頒發5千萬的現金韓元 還有100萬韓元的租車費用 那再來呢 看一下王冠大師 王冠大師呢 他非常已經 現在目前呢 全公司呢 出現3個王冠大師 那我在去年5月的時候呢 也有參加 那個韓國那個訪談 那個訪談 就是去看一下韓國公司 那當天呢 就是金城日 王冠大師禁聲 那我看到他公司就頒發一部高級轎車 那現金是3千萬的韓元 他是用一個皮箱 就行李箱 20吋的行李箱裝著 直接頒發現金 那每個月呢 500萬韓元的一個刷卡額度 那還有歐洲旅遊券4張 再來呢 目前公司還沒有出現的訪問王冠大師 我也非常期待 因為我們的董事長呢 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雖然沒有摸過 10億韓元的現金呢 可是呢 他已經算出來那個 10億韓元有多重了 我身高185 可是我體重大概快100公斤 所以呢 我們的10億韓元呢 就是我們大概100公斤 所以董事長說過 他必須要用堆高級去頒獎 所以以後呢 我很期待 尊王大師出現的時候 怎麼去頒獎這個儀式 那尊王大師我們是最高的聘階 所以他必須備受禮運 所以他公司會給一個 250韓元的租辦公室費用 那每個月1000萬韓元的刷卡額度 跟高級房車一部 還有200萬的司機費 他說尊王大師不可以自己開車 所以必須要請個司機 那再來你要請個秘書呢 去做一個行政上的工作 不能自己去做行政上的工作 還有我們四張的歐洲旅遊券 那其實公司給了這麼多優惠的東西 那愛多美怎麼幫助我們成功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獨佔性 因為我們是會員制的公司 所以我們產品呢 一定是要會員才有辦法取得 在市面上那些網路上購物都不是公司授權的 必須在公司的官方網站上面買的 才是我們公司真正授權的一個產品 所以獨佔性就是會員獨享 第二個呢我們是日常生活用品 因為這些日常生活用品是不會流行的 不管今天景氣好不好 都一定要刷洗衣服 只是在哪裡買而已 在愛多美買 我們就有想要這麼多的好處 再來高品質低價位 物美價廉 所以呢消費者最喜歡的一個 物美價廉的產品 所以呢因為物美價廉 所以回購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只要介紹一次朋友 來愛多美消費 他基本上一輩子的消費都在這邊 因為我們的產品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價格非常非常優惠 再來呢我們公司背景 不需要嚴負擔研發成本 因為我們董事長是一個非常會精算成本的 所以他透過我們代理的制度 去把我們的價格壓低 而且我們沒有研發團隊 所以但是我們研發團隊呢 是在韓國政府的原子力研究院 所以我們研發團隊非常非常的強 推幼率只有0.2% 所以就是在於消費者的滿意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愛多美真的以上呢 可以在我們在愛多美經一個三五年的時間呢 可以達到我們的巔峰 大家想不想要 要齁齁 那其實呢機會 其實不等人齁齁 因為機會很沒有耐性 那其實在愛多美這個機會我覺得真的 我也做了一個很正確的選擇 當初在兩年前選擇愛多美 兩年多前選擇愛多美 那進行到現在也是非常開心 那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在我最後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毛族的故事 其實在進行愛多美就像毛族在生長過程 其實它在前三年的時候 你不管怎麼用力的灌溉用力的澆水 它始終大概三年只會長五公分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這五公分長得太慢了 那個價值感等這麼久 可是它在三年後從第四年開始 它每天是以15公分的速度成長 所以它是成長的速度非常快 很快的就成為一大片的竹林 那很多人就撐不過前面那五公分 他覺得哇怎麼這個好困難 要養一個毛族要花這麼多時間 其實在進行愛多美也是一樣 其實在前期的時候 其實毛族它也不是說在前面三年的時間 不是只有說它的生長速度 其實它是在扎根 那我們在進行愛多美也是一樣 前期你先介紹兩個朋友 兩個變四個當然會比較慢 可是慢慢的透過時間 跟你的努力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的會人數增加 那你會感受到其實就是組織倍增的概念 所以在愛多美只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相信 如果你相信愛多美可以讓你翻身自負 就持續的去做 第二個努力成功一定要努力 那很多人說努力不一定成功 可是在愛多美它有一句名言叫做 那個不成功是奇蹟 如果你有努力的話不成功是奇蹟 當初我聽到這句話 我覺得哇這個公司好特別喔 第三個呢就是要堅持 可能你路已經走一半了 可是很多往往在走到一半了之後呢 就回頭了 又跑去可能外面也就誘惑 又跑出去了 其實這樣的話在愛多美 真的你只要堅持 再堅持就會成功 那最後呢祝大家可以在愛多美美夢成真 謝謝大家 這是一件的最難的 你詳細詞人物 一定是不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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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